台东县海端国小是一所拥有布隆族特色建筑的迷你小校 操场没有一般学校的跑道 校园完全被绿地所覆盖 校园中有四棵超过百年的加东老树 不管是音乐会或阅读 甚至团康活动都可以在老树并下进行 有了老树 小朋友更进一步想 如果有树屋改有多好啊 结果在去年的云端爱宴活动中 这个愿望终于有人认养而实现了 这些认真付出的裹和义工来自全国各地 有青年学生有老师也有教授 他们的爱心堆砌 终于圆了海端国小学生的部落树屋梦 那其实果核它的发起是因为我们知道医生有医疹 那我们学的建筑技术或是建筑师 那我们也想要有义竹 所以我们团队的秘密就叫果核义竹 其实我们第一个一定是尊重在地的文化元素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不管是在画历的呈现或是小朋友作品的呈现 那可以然后甚至说这整个设计的概念 也融合了布农传统的家屋的形式 然后去做设计做发展 然后也有跟在地的七老 然后跟布农族的族人一起共同的讨论说 在地的元素是要如何去让它火化再利用 然后甚至在这个元素也能够加入 那我们有配合到 就是有请在地的艺术家 在目标创作的部分在布农传统画力 甚至说跟小朋友一起配合 让这个艺术家可以带领的小朋友一起创作 那小朋友的作品之后也会在这个树屋里面呈现 那甚至说我们还配合陶艺家 娱夫来娱老师 然后在整个像是树屋的大事迹 也是由娱老师带预的小朋友一起创作的 其实在整个设计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是以树屋 阅读的树屋为一个主题 那主要是在百年茄冬老树底下 做一个阅读的行为 那其实学校遇到的特点是因为 它图书馆的长数量增加 那导致小朋友的阅读空间不足 所以我们希望说甚至可以提供它一个 户外的阅读空间学习环境 不管是在书本得到的知识 或是在整个党自然环境的教育底下 可以让它探索每一个细节以外 那甚至说我们想要结合 就是小朋友他们的静态活动 跟动态活动融合在这地方 因为我们是想要创造一个阅读的氛围 那在这个书里面 那我们再加入我们尊重在地文化 是布农传统家务的形式 我们是以右重左轻 那右边代表的是父亲 是比较尊重的地方 那左边代表月亮母亲 是比较母亲的地方 那我们就是以整个设计是 右边是尾读书的地方 左边是动态 小朋友互动 或是爬梯的一个形式去呈现 那其实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非常的受到居民的爱戴 老师的爱戴 每天都是会有居民拿着西瓜 或是饮料 或是水果 来到我们这边 甚至说有玉米 自己种的玉米 然后也就是帮助我们的点心 跟下午茶这样子 所以我们每天都吃得非常的满足 都非常感谢这边的在地的居民 那我们是以老树 这个数学的位置为天的地方 那是以最尊敬的态度 去观看这棵老树 所以我们这个书 其实是这个老树的配角 然后甚至说小朋友活动的地方 阅读的地方 那我们在于 对于这整个设计 它结构的基础的部分的话 其实因为它是反映切东的老树 所以一直会去很在意说 它的根 其实我们知道它的 这个树的罐符有多宽 那它的根性其实就有多宽 只是我们在表面的时候 是看不太到说 它根到底有多深 所以我们都是以 就是人工就有 拿圆翹的方式去掺 而且是点重的开挖 不是全面的开挖 我们是一点一点的 就是打基础这样子 那并不是说 整个全面的开挖去伤害树根 然后尽量都避免掉 有根的地方 就让它土填回去 参加这个 我和一组 是因为受到老师的邀请 所以才来 想说 顺便来这边 学一些实作的经验 还有对一些机器的操作 然后来到这边 真的很高兴 因为真的学到很多 比在学校学到的还要更多 因为真的有实际去操作 所以也更了解 然后也对这个活动的意义 就是帮助那些 小朋友的那些圆梦计划 我觉得心里很 真的很感动 我这次参加果核四的计划呢 其实是想要去参与一些 学生实作的一些经验 去累积那些经验 然后 其实想要证明一件事就是 业界在说 现在的大学生就是 不好用啊 或者是 草莓族很多 那 呃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活动 其实能够证明说 其实大学生并不像业界的 企业老板所说的这样 也不只是 大家所 所的观 大家的观念是 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是两万三 那如果把这个价值再提升 就是我们所现在看到 我们想要做出来的事情 我们想要证明说 现在的学生 你学到的东西 你在运用在现实 那能够呈现出什么样子 那能够让偏向的小孩 去看到说 原来现在的学生 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成果 那未来他们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果核四 就是一个 能够让大家 学到不一样角度 看到每一件事情的一种过程 像是有一个小孩子 那在看我们在上期的时候 我们本来 原本要 要把他去 去离 离开这个工地 可是他第一句讲出来的话 居然是 我希望这个树屋是很漂亮的 那当下我们感受说 就是 心满意足啦 就是 会得到 意想不到的收获 就是跟这边的小朋友去一些互动啊 甚至我们 果核四的团队也会去跟小朋友踢足球打棒球 去年喔 一个机缘 我自己个人到 云南的那个 大山里面去做制工啊 一个暑假 那 在那边看到啊 就是 呃 那边的小学啊 他们的那个厕所啊 看得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还会有这种厕所 那 我在那里的时候 一时 就有一个想法 如果能够帮他们 盖个厕所的话 或许不错 那 因为我过去也有留意过 就是好像有一些人做益主这件事 那我回台湾之后我就在网路上去找 打益主嘛 关键字找 后来我找到果核益主 我想 如果能够有那么一年 完完全全彻底是 为别人而活 帮助别人 不求有任何的一个回报 只是单纯就是做这样制工义工 为别人而活 我觉得那这样子想的时候 人生不会觉得比较有趣吗 也觉得好像是比较有意义的 所以 呃 比较多的就会 很有兴趣参与一些 这种自工义工 或者是 像台湾最近这段时间 很多的这种 一些不公不义的事 然后 上街去为一些比较弱势者 像我之前也参加了 全国官场工人的 或者是热身疗养院的 等等的一些活动 那 所以回到这里来 今年的话是因为之前在 学习当中的时候 在网路上看到 FB上看到那个 果核他们贴出来 今年果核寺 招募至工 系妹想云南的厕所就先摆后面 就很有兴趣就是 赶快先报名 那 也很高兴啦 就是 受到他们的一个录取这样子 对这边的环境跟居民 你 你的直觉 因为刚从西部来 可能会有比较深的感受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没有 我甚至有在想 是不是搬到东部来一处 虽然说他生活技能 我发现好像不是 跟西部是不太能比 但至少一个点 对我来讲 感受蛮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 天空感觉好像是有比较 干净一点 然后不像西部 常常灰灰蒙蒙的这样 然后另外是 呼吸感觉好像比较 不用那么辛苦 那个西部的时候 那个空气里面总是 很多那种 異味 杂味 臭味 或者一些化学味 这边我觉得好像 比较没有 对他可以理解 我这边可能 比较没有工业曲子 不在想 还蛮不错的